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上次分享了一些CP值很高的食物之後 我看到很多留言都說想看精品品牌的食物 所以就選了幾樣跟大家分享 有些是有故事講的,然後有些比較近期入手的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們繼續食物之旅 講故事時間,這兩盒都算是比較有歷史的 第一對在法國巴黎和第一對在香港專門店買的Chanel耳環 其實以前的包裝是不便宜的 這一對是應該2012年的時候,剛剛工作 有朋友在法國巴黎告訴我,有耳環,買不買 我就說好了好了,看它很便宜 當時大概是1800-1900元,退了稅 他就幫我買了很經典,看不看到呢? 很經典的CC LOGO,上面有些閃錫 到今天我戴著它,還是覺得很優雅,很得體 是一個非常詳清的款式 不要見它,已經十年,還保持得很好 沒有退色,沒有氧化,沒有變黑 其實買了它一兩年之後 它上年的閃錫已經脫了一半了 幸好它不是鑽石 而且也是一千多元 有點失望了,Chanel它脫掉了 現在上面的石是我爸爸用Swapki的水晶幫我鑽上去的 我爸爸鑽完之後過了很多年 沒有脫掉了,我都保持有戴的 大家想像一下吧 現在在Chanel買一雙耳環 我看到是樹枝金屬 這麼簡約的款式,只要3900元 所以當時買真的很划算 當年因為這雙耳環脫掉了 我打算不要了 我不知道爸爸可以幫我鑽到 所以我就在香港專門店買了一雙耳環 這雙耳環應該是2013年的時候買 價錢大約是2300元左右 裡面都是很簡陋的 不是現在那些那麼便宜的東西 它就這樣一塊海綿上蓋著兩隻耳環 比較起來它的Logo再小一點 它是精緻一點的 有一點點淡金色 然後下面吊著一顆閃錫 戴上去之後它可以把整個人的氣質提升了 跟平時我很活潑的性格是否很不同呢 不過有些場合就需要不出那麼多聲 扮一下東西 Elegant一下 做一個精緻女孩 它就真的非常適合 所以去到這麼多年之後 我還是會保持著它們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會買一些精品品牌的飾物 很多很多都是跟我不配合 戴上都會變黑的 然後怎樣抹呢 它都是回不了頭 我就扔了很多 所以其實留下的 都可能只有十樣八樣左右 是很少的 而且以前買這些品牌的衣服 真的沒有現在那麼貴 中間有幾年我都停了沒有買 因為我又不喜歡買一些很時尚的款式 我不想過幾年之後看著它 我的年紀未必戴到 這些是可以戴到我四五十歲 我也覺得是沒問題的 現在不如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期我買了的幾款食物 這幾個我也覺得是挺值得去入手的 超級推介大家去買Vivienne Westwood的這一雙耳環 因為我覺得買得很划算 雖然它也沒有一些很便宜的包裝 裡面有一個層袋 有他們的logo 然後是一個紙皮 我不明白為什麼它會用紙皮 但是它只不過是七百多元 我在Selfridges買的 香港我都見過門市有得買 是不用一千元的 它是一雙金色珍珠造型的耳環 上面有他們的星球logo 我最喜歡它有個細節位 是這麼多牌子都沒有做過 就是在耳環托那裡 是做了他們的logo 一個星球的圖案 我覺得這個東西很仔細 我覺得它帶出來的時候 是絕對超過七百多元這個價值 有一種買到賺到的感覺 它是可以很elegant 很斯文 上班開會去一些重要場合 戴著它不會失禮的 同時它可以配合到很隨便的風格 T-shirt 戴著它也不會格格不入 所以如果大家想有一個 入門級的精品品牌的話 可以考慮它 這個價錢很適合送給自己身邊朋友 可能生日禮物 我都送了一對給Selena 不是同一個款 它是另一個星球款 我覺得很精緻 收到的時候應該會開心 我都見到它有帶 然後分享多一對近期入手的耳環 它是來自Seline 這個是媽媽送給我的禮物 我是超級超級喜歡 上面是Seline好Signature的海水門圖案 然後下面就是一個珍珠造型的玻璃珠 這一款耳環是今天介紹這麼多個之中 我覺得帶出來最成熟 最有女人味 另外我還有一個主婦心態 就是Seline如果買耳環的時候 它有一個耳環袋很精緻 雖然它不是真皮 應該是PVC 但是你打開的時候 它是有兩格 可以分開 例如帶出街或帶去旅行的時候 它都不怕弄到耳環 是非常細心 這一雙耳環是4100元 但是再加上這個袋 它是有其他用途的 我試一個尺寸給大家看一下 一張紙幣對摺 是可以放進去的 所以如果袋子很細 你帶一些廢包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個 用來做你的省紙包 或者一個小銀包 是超級薄的 是不是有一種賺了的感覺 雖然耳環要4000元 但是Seline買的卡住也不止 所以算一算 它又好像不是真的那麼貴 我想當年我買的Chanel耳環 只有那些雪梨紙都要2000元的時候 這個多了個袋 大家應該也有看過 外馬士奇雨忌那一條影片 知道我買了Mini Pop Edge的這條項鍊 順便今天詳細分享多一點 它白色的部分是髮囊 沒有那麼容易變色變黃或者氧化 這也是為什麼我會願意買白色的原因 然後旁邊銀色的鍊 或者其他銀色的部位 應該就不是銀 因為它是屬於Fashion Jewelry那一部分 不是SILVER Jewelry 所以我上網看過 看見好像是合金 或者是鈦鋼還是鈦鋼 我也不清楚 這條的項鍊就是40cm 我自己最喜歡的位置 在旁邊看它這個橢圓形 好像一個枕頭一樣 很有趣 你問我會不會覺得它非常精緻 真的很棒 精緻是英分的 所以我給這個價錢不精緻 不可以的 它是屬於短鏈 是一個鎖骨鏈的長度 然後上面這個Mini Pop Edge 就是0.9cm x 0.7cm 我今早上網去查過 然後它有另一個普通的Pop Edge 那個對我來說就有少少大 因為我個人很小 所以都是這些Mini的東西 會適合我更多的 它的價錢就是3600元 比我想像中是便宜的 因為我以為Hermes要到4-5千元 所以它這個入門級的飾物 原來都是3000多元 是一個比較可以接受的範圍 大家都真的可以看一下 唯獨就是怕它會跌 因為它這個H 如果一條鏈鬆了它是會掉出來的 大家看到H可以整顆掉出來的 剛剛那些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 手上一部份的精品品牌手飾 可能你會問 你下一個想買什麼 哪個牌子 哪一款你有沒有興趣呢 可以回答大家 就是我的預算到大約7000元左右 就對於這些時裝品牌 一些精品品牌的手飾 沒有那麼大興趣的了 因為我會高負一些傳統的盒子 今天也跟大家看一下我的珍藏好不好 來個小一點點的飾物 它們就是一雙耳環 開燈給大家看一下它有多閃 給另外兩個盒子裡面的戒指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閃很閃啊 將來我不敢說 但是現在的心態和現在的生活來講 去到某個價位我就不會去追款式或者是牌子的了 會去一些比較實在和保值一點的東西 始終它們全部都有證書 那我這一刻呢 戴著的耳環就是50份的 那這個我也覺得很漂亮 很閃啊 還有它是很有存在感的 而另外這兩隻戒指呢 它們分別都是一卡的 紋身我是不會無緣無故戴出去的 還有現在戴的話 應該大家以為我被人求婚 但是呢 它們真的很漂亮啊 因為我看過很多精品牌子 它們的首飾只要有石 就算是碎石 很容易都已經去到五萬元這個級別 如果是這樣 不如實實再買 它有證書 它們都有的 但是我可以買到一個有份量 然後看下去也很得體 不會覺得便宜 它真的不便宜的 當然是買大顆一點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些精品牌子 或者價錢比較高的手飾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看這一類型的collection 不鼓吹大家一定要買一些這麼貴的手飾 量力以為 我做了這麼多年都是有少少的collection 我都是選擇一些很長青的 但是十幾二十年 只要它不變色不去氧化的話 都還可以戴到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是三 逢星期日更是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